有民眾上網訂購台灣製的肉鬆餅 但卻控訴 送來的鬆餅包裝上 竟然寫著大陸福建製 記得上網PO文 而且正逢防疫期間 收到大陸製的肉品 立刻打電話給台南市衛生局檢舉 但卻得到這樣的回覆 只是浪費行政資源 投訴民眾控訴 衛生局人員態度實在不可恭維 不只這樣 衛生局還說投訴人這樣做 已經揭露別人的個資 你這樣子暴露人家的個資 你這樣對嗎 是他自己PO文的 他自己PO文不代表 你可以把他的個資 到處去散佈 你都可以不要這麼無聊嗎 我會繼續這樣檢舉 我不會覺得這個無聊 真舉的分 民眾來當市府的眼睛 來替我們找到可疑的東西 來檢舉的時候 然後卻遭到人家這樣子說 你不要這麼無聊好不好 直接遭到這種態度的反應 我覺得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口語上實在是真的不適切 對於這個部分 衛生局非常抱歉 投訴人把對話錄下來 向議員投訴 就怕實情延燒 衛生局也趕緊出來滅火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請趕快跟衛生局講 防疫期間拿到大陸製的肉鬆餅 已經以肚子氣 根本不敢吃 熱心打電話到衛生局檢舉 還被衛生局奚落無聊 全民拼防疫 但疫情把關第一線 卻反而成為防疫絆腳石 記者樂觀將馬家喻台南報導 振下 PJ smile 我 是